美女,你计算一下,这里一共有多少辆线车,算的总价出来,我全要了 先,先生,您没有开玩笑吧,咱们这里可是有不少几百万上千万的豪车呀 我从来不开玩笑,你统计就行了 小丽,这段时间你的工作表现非常不错,我很满意,这样吧,这里的车,你随便挑一辆,就当是我给你的奖励 老板,你确定没有开玩笑吗 当然没有开玩笑,跟着我十三混的人,那福利必须安排到位 老板,你真的是太好了 哟,这不是小丽吗,怎么,三个月不见,这么快就又磅上大款了呀 你胡说什么 小丽,不是我说你,怎么你跟我分手之后,品位是越来越差了呀 这两位是 这是我前男友和前闺蜜,不要脸的两个人,竟然背着我偷偷搞到一起去了,现在居然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 你说话可要负责任,明明是自己魅力不够,能怪得了谁呢 我可告诉你,现在陈世梅可是我男朋友,你别想再纠缠她 哼,我什么时候纠缠她了 哼,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毕竟我们家陈世梅这么优秀,是个女孩都会对她动心的 你放心,这样的货色,送给我,我都不会要 这她喵的是什么意思,老子可是海辉博士 跨国集团的企业高管,年薪两百万,你竟然说送给你都不要 小丽,既然咱们分手了,那就分得彻底一点 你手上的这个包,是我半年前送给你的吧 既然分手了,是不是应该还给我 还给你就还给你,你当真以为老娘稀罕啊 我送给你的东西,可不止这一只包包这么简单 这一年多来,我们出去的消费都是我买单的 从年过节的,我也买了不少礼物给你 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张清单 总共是十六万七千零四十七块五毛三 零头我就不要了,就按十六万算吧 我也不欺负你,这十六万的开销,我们一人一半 你还我八万,以后你我就两不相欠 卧槽,无情,这特么真是典型的渣男 每一笔账都记得这么清楚,分手后就都要回来 这是白嫖啊 碰上这样的男人,也算是这个美女倒霉了 哼,baby,无耻 哼,我早知道你每个月的工资都打回老家了 现在的你,不要说八万,哪怕让你拿个两万 你都拿不出来吧 只要你低头乖乖跟我求个饶,也许我还可以放过你 不就是八万块吗,我替他给了,这点钱算什么 这是十万块,就当打发乞丐了 犯不着跟这样的穷鬼一般见识 年轻人,八万块,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我看这是你全部的家当了吧 你这是要拿全部的家当跟我斗吗 就凭你还想跟我斗 你怕是不知道什么叫你牙把 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超能力 美女,这款车落地价多少钱 先生你好,这是我们的最新款,奥迪零六顶配版 落地价是六十万,如果您现在购买的话,还可以打个九五折 不就六十万吗,你打折就是对我的侮辱,我要了,马上办手续 随机任务出现,请宿主为小丽进行消费,奖励消费金额百倍返还 百倍返还,我尼玛,那不是意味着我给小丽花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百倍的奖励 我弟乖乖,太这么爽了 看到没有,六十万的车,老子说买就买 这就是真正的超能力,现在你知道我跟你之间的差距了吧 六十万的车也能叫车,你有没有搞错 我们家买菜的车,都甩这辆车好几条件 光春游是没用的,有本事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一个穷逼还想在我面前装大了,牛逼吹出去了 自己又没有能力实现的时候,我看你还有什么脸 小丽,之前我不是说要送你一辆车当做奖励吗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现在我决定要送你好多辆车 你可以天天换着开,想开哪辆就开哪辆 老,老板,你没有开玩笑吧 美女,你计算一下,这里一共有多少辆线车 算个总价出来,我全要了 先,先生,您没有开玩笑吧 咱们这里可是有不少几百万上千万的豪车呀 我从来不开玩笑,你统计就行了 先生,我们统计好了 咱们这里一共是三十辆线车 总价值是一亿五千万 刚好,一天可以花一辆开 一个月内,不会重复,刷卡吧 成功消费一亿五千万元 恭喜宿主为小丽花费一亿五千万 百倍返还宿主一百五十亿花下币 爽爆了,一下子一百多亿刀售 我尼玛,这帅哥也太恐怖了 我见过清空购物车的 从来没见过清空豪车4S店的 简直是太霸气了 老板刷卡的样子,真是太帅了 我要爱上她了怎么办 可恶,没想到小丽 竟然真的找到了一个 更加有钱的金龟婿 真是气死老娘了 小弟弟,赢你的这点小资产 下次就不要再装逼了 要不然分分钟叫你做人 我尼玛,侮辱 这特么是赤裸裸的侮辱 我以后再也不装逼了 太丢脸了